4月10号发生在海南的一起交通事故 让八个孩子的生命永远终结在了春游途中 一次快乐的春游为什么会以惨剧收尾 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又应该为春游的安全负责任呢 这里是位于海南省城脉县老城镇的新财学校 这是一所全日制的寄宿的民办学校 有六个年级十二个班全校五百多名学生 那么当地老百姓反应 这所学校在当地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那么10号的上午 这所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五百多人 乘坐14辆旅游大巴 前往100多公里外的文昌的一个旅游景点 进行春游 但没想到原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最终变成了一场噩梦 那么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4月10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 载着586名小学生的14辆旅游大巴车 正在前往海南省文昌市的公路上挤驰 就在车辆行驶至宝方至宫坡水北 一公里路段出时 车队的第三辆大巴车突然发生侧滑 向左翻下一点四米多高的路基 车内多名学生被甩出车外 新财学校后勤工作人员 余文飞的孩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孩子当时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当时就说直接飞出去的 您的孩子直接飞出去 飞出去 他头搞在那个草地上面 那是草虫 出事时车上共有47人 除了三名教师 一个司机 其余都是学生 车辆突翻后 八名学生因被压在车下当场死亡 32名受伤人员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目前重伤的三个孩子 生命体征平稳 没有生命危险 当天下午六点 文昌市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 初步认定这几交通事故 是一起单方责任事故 现在可以初步判断 事故发生的那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造势的驾驶人 在与天路滑 遇到弯道 而且是一个正在施工的路段 还没有把时速降到可以保证安全的速度 据文昌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介绍 事发地的道路是新修的路段 还没有交付使用 按照设计 限速为时速40公里以内 但从现场调查看 初次车辆有明显超速行为 初步判断 它的时速在60公里每小时 到70公里每小时之间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 有接轻手机打电话这种行为 据记者调查 车队出发前曾制定过行车计划 但司机在行车时 没有选择路况好的快速路 而是把车开进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村道 有随车老师反映 司机在开车途中 一直不停地打电话问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我们初步了解和判断 造势的驾驶员 为了躲避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 核地选了这条连接着一个村道的一个道路 因为海门这个核运企业的这批车队的时候 只能是在海口市区里的运输 不能超过那个海口市区 因为路线的选择 随车老师与导游和司机发生过争吵 但司机并没有因此改变路线 最终因为路况不熟 走错路结果回返途中发生事故 目前 肇事司机已被警方控制 据我们了解 出世的这辆大巴上承载的孩子们 都是新在学校一年级一班的学生 那么平时他们就在这个教室里学习 从教室这面墙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班一共有44名同学 那么周一是孩子们重新返校开学的日子 其中有8名孩子永远不可能 再回到这个教室里学习 那么表面上看来 这场悲剧源自一次交通意外事故 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 学校在组织类似的重大的外出集体活动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更加完善和细致的安全保护措施呢 城外县新财学校 是当地一家名为新财公司 1999年创办的晚小 2006年经批准转为民办学校 今年4月10号 在没有上报任何主管部门的情况下 该学校擅自租用海航大巴车 组织586名学生到文昌市景区春游 按照规定 组织大型户外活动 一定要报主级 向当地的教育主管我们申报 申请里面的内容一定要有啥呢 主级三家的路线 到哪里去出游 第二 要有三家员员 就什么员三家 第三呢 就三家的这个 到哪个地点 那个地点 等到我们接到这个申报之后呢 要审批 而且最关键的一个行程呢 要做这个安算防范措施 要有安算议案 根据学生家长的回忆 这样的春游活动 今年已不是第一次 学校基本每年都有组织 像新台学校的话 它不是第一次组织 这样的外出的集体活动了 几乎每年都在举行 这种春游活动 也每年也都没有报庇过 没有 没有 没有报庇过 对 对 对 关键是没有举报 没有结构这方面的举报 我们平时没有一个 一个督察的措施 或者是 平时也有检查 但是各方面的检查 可能这方面也存在着 这个监管不利的情况 六百多人集体出行 学校不报批 监管部门也未能及时察觉 而如果学校报批的话 是否就意味着这起事故 可以有效避免呢 人数太多了 而且如果没有安算设施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批准的 但是就是说 大关键就是交通事故方面的 这个方面就难受 主要这是副部队的交通问题 根据这位教科局负责人的说法 学校出行选择的是 有资质的正规车队 即使报批通过审核 也不一定就能保证 不出交通事故 那么司机驾驶不规范 甚至擅自改变行车路线 是否应该纳入 主管部门的监控范围呢 无论校方还是教育主管部门 是否应该对出行安全 给予更多的关注呢 记者了解发现 新财学校在组织这次春游前 定位就行车路线 车辆安全等制定相关方案 这次活动组织的过程当中 学校给老师们 有没有一些通报 就安全这方面措施 就是去的路上 一定要听老师的指挥 就是一些防守措施 还有就是一些安全 比如说下车听老师指挥 就不要做一些危险动作 从这两位老师的口中不难得知 学校所说的安全措施 并没有涉及交通安全 你们的车上都有安全带吗 座位是没有 没有安全带 没有 这个当时你们上车的时候 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这个车 现在我们的汉 没有配置这个安全带 孩子被甩到车外 跟这个胜术的时候 没有带安全带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现在城脉县的有关部门 正在积极进行伤亡孩子家庭的善后赔偿工作 但即使再多的钱 都没有办法挽回孩子的生命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 也有老师反应 不报批 随意组织学生出游的情况 实有发生 可是安全措施呢 却不到位 隐患重重 发生事故 错不在春游 而在于无视安全 各方都做好准备 负起责任 春游才能够和安全同行